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师母 师兄 师母 医生收到的 来了有一会儿了 手艺 我看你现在看病人 把病人越来越当自己人了 不错 不错 还是师母您教导有方 师母 不知师母巡视医馆有什么丰富 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当然记得 是师父的寄语 祭祀的事情孩儿已经安排好了 请您不要再担心了 你们还记得吗 我曾经承诺过 要把祖传秘方传给你们 师母 我觉得您 还是让师兄去配置吧 毕竟师兄 毕竟师兄才是安家的嫡子啊 之前 我让你 在天兰和秘方之间做出选择 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 毕竟你对天兰 有那么多的感情 这一点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承蒙师母跟师父 带我进安家 我从小把你们看成青殿牛一样 我绝对不会对安家怀有二心 如果师母对我有怀疑的话 我任凭处置 起来起来 我把你当自家人看 所以才说出心里话 放心 祖传秘方 迟早是会传给你们的 师母 您也可以放心 只要您 把安家的秘方传给我 我一定会替安家 发扬公道 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三爷 天兰 你怎么来了 我到附近收笔账 顺道绕过来看看你 对了 我把吃的给你带来了 天兰 你别光想着病患 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 他 怎么 他呀 好得很 没出事啊 就随着他娘到处不失意诊 心善积德 我相信 老天爷将来 一定会特别俊顾这孩子的 天兰 苦就苦了我这个做爹的 天天忙生意 我早出晚归的 不能照顾你们母子俩 肯定有得每天在这儿出诊 好了 你就别埋怨了 对了 过两天 是我爹的忌日 我想回趟娘家 我知道 可是你有身影在身 不方便 还是我去吧 怎么 你是担心我见了首亿 会跟他闹尴尬 我不是担心你 可是 首亿的 天兰 当初是他选择退了这门亲的 如今我娶了你 以堂堂女婿的身份前往 他还能为难我不成 你不止是为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 刚才 一听说你要去 我心里面突然一紧 可是也说不出理由 怎么会这样呢 中官好 你能确定现在 十四格格不行了吗 汇集了公里所有的太医 可就是瞧不出什么病来 时好时坏 昨个还精神 今儿个又拧下去了 这看来啊 太后会把这太医院给烧了 就是把整个紫禁肠都烧了 也就不回十四格格的命啊 依我看 还是试试宫外的神医吧 神医 就是你说的那个安家呀 传说安家有一个秘方 叫还昏丹 有起死为生的功效 那秘方呢 我想此时去找方守义 给他点好处 应该会得到秘方 这个好处不外乎名利两字 只要给他点钱 再给他个官位 这绝世秘方 不就是总管大人您的了吗 不过我告诉你 一会儿啊 上太后呢 你说话 要谨慎点 明白明白 走了 小的张 奴才在 你觉得李大海的话 可行吗 辉煌太后 听了李大海的话 奴才觉得 也只能去试一试了 照你的说法 就是要拿十四格格的命 开玩笑 打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老子不敢 能可万死 也不敢拿格格的性命 开玩笑啊 即使宫里的太医 也都没辙了 眼门前 也只能让安家的人试试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老让我这个白发人 缺绕黑发人的性命 太后 你可别欺败身子呀 这十四格格的病 心许 就用那些偏方妙药 才能够治得了呀 罢了罢了 李大海 奴才在 这主意既然是你出的 这件事 你就全权去操办吧 奴才遵旨 方先生 门外来了一个人 指定把这条子给您 手艺兄弟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明白吗 我明白